当我们发现我们开机的时候 屏幕上像这样一直在转圈 或者显示在尝试通讯的时候 然后我们看一下灯 如果灯 柜内灯和灯箱的灯 它都是亮着的 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个门打开 打开这个门以后 我们来到屏幕的后面 屏幕后面 如果我们看到 它是有这样一个二维码的 那我们就需要找到这根线 把它给拔下来 找到这里的 一个扣木一 把它插到这里 然后去到屏幕上 来到屏幕上 找到其他 找到其他点进去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 PLC通信串口 我们要把这边改成 TTYS4 然后点更新 点完更新以后 我们需要来到屏幕后 来到屏幕后面 找到这根线 把它拔了 重启以后 然后再次开机 就可以开机成功了 如果我们来到屏幕后面 如果我们来到屏幕后面发现 这个屏幕这里是没有那个二维码的 像这样 那么我们就需要 把这根线拔了 然后找到屏幕上的 Home 3 就是这一个接口 把它接到这里 然后把这两个拧紧 然后把这两个拧紧 然后我们也是回到屏幕上 找到其他点进去 然后我们 找到这个 PLC的通讯信号 把这里改成 TTYS2 点更新 然后我们也是回到 屏幕背面 找到这一根线 这里有一个 后缀的这条线 把它拔了重启屏幕 然后再插上去重启屏幕以后 就可以正常开机了